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面对这样的行情你该怎么操作 面对拉回来修正的行情你该如何反市场的操作 那今天在周一的节目里面要特别来告诉大家 台股拉回来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机会 一点你先告诉大家结论我认为是的 尤其AI的一个扩散效应之下 今天的华星光是再创新高 但是华星光只演了上半场的好戏 下半场却形成了涨多拉回来 华星光的创高但是它涨多拉回来 接下来你该如何操作 以及心通形成了亮灯工上涨停板 而AI的制胜操作密集在哪里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今天除了跟大家讲AI的扩散效应 例如网通的操作策略之外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在今天指数开高走低 涨多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不少买盘的进驻 例如苹果概念股的台亚 亮灯工上涨停板 甚至夏天非常的热 做压缩期为主的睿智形成了创高 还有有双题材加持的协议机 今天形成了涨顶板再创新高 那你要知道的是 这些这些股票 我们如何在急杀的过程当中 去找寻低阶的机会 所以1.0今天也要从 实在零距离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在选举做多的行情底下 什么样子的政策加持股 拉回来你一定要积极的站在买方 那当然实战的操板手 他关注未来的世界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 你必须要提早来去做准备 我在上个礼拜五 尤其是本周末的一个时间段 给大家一份AI的臂长名单 尤其苏之锋在7月17号下周即将来台 那你要知道什么样子AI的概念股 在指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要跟着我提前卡位 提前做教都在1点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带你赢在起跑点 那再讲到今天行情之前 来如果你是我们的李林佳作家人 对于今天的行情 第一个你能够心里有地操作很安心 别忘了我今天有东森的盘中连线 尤其1.0在东森盘中连线的过程当中 我如何闪钉截铁事先告知 我不放马后炮 尤其这一波的指数 从6月15号的高点17346开始 回调到上个礼拜五的低点16593 也就是说这15天的一个工作天数而言 指数的角度已经下跌了将近753点 而大盘本坡拉回753点的同时 你要记得大盘接下来会怎么样 会先蹲再跳 也就是说在先蹲再跳的同时 这个买单 这个拉回来的幅度 你上涨的空间就能够大赚700点 甚至800点的空间 所以每一次大盘的拉回来都会造就新的族群 新的机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1.0的AI的个股 无论是林涨股的伪创 无论是林涨股的广达 我都是带领我们的家人买在起掌位阶 甚至AI的大股时代 我告诉大家 你以前认为不会动的个股 例如像是什么 例如像是2301的光宝科 光宝科今天指数开高走低 但是我们手中的股票 我们第一位持股的光宝科 远就震荡收红再创新高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光宝科 我是如何在每一次拉回缩量 尤其是当他来到了百元之下 当他来到了绝佳的加码点位 99.9的时候 我是如何斩钉截铁 事先告知 来请你看 VC啊 今天有个很好的讯号 今天是先回补上个礼拜五的多方缺口 等到回补多方缺口之后 就会形成先蹲再跳的走势 光宝科拉回来 今天刚好点到99.9 就是一个低阶布局的机会 亲爱的老朋友们 光宝科 它是一档2301的股票 顾名思义 它是电子股的第一档元老级的股票 而这一档标的 它叫做大统的电子股 尤其是电子股的第一档股票 这种标的 有价有量 开大门走大路 不是一般的主力 不是一般的金主能够控制它的 那为什么1.0能够掌握到 AI的大股时代 无论是这一波领涨的伪创 你老是没有办法看到伪创的未来 我带你提前卡位 我带你提前坐教 甚至光宝科 我也在全市场 没有人发现它的时候 就在99.9存金的时候 告诉你它是低阶的买点 然而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的伪创 在 应该是说这一波的光宝科 在土阳对坐的情况之下 目前是形成了高姿态的整理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现阶段 你可以发现到 这里它是一个关键红K 而这一根的关键红K 有效守住 来我这边画一下 这一根的关键红K 有效守住 再画一条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多方缺口 多缺步步 量缩拉回来 跟上1.0盘中 低阶布局的机会 所以呢 紧接着光宝科 后续只要观察量能 量能只要增温 它就会形成 再度突破前高的重要关键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在 它最关键的时刻点 来告诉大家 操作思路 尤其是AI 它有操作的节奏 不是闭着眼睛 乱买乱追 那会资金形成了一个短套 那当然除了光宝科之外呢 等一下呢 1.0也会特别来告诉大家 AI 尤其大股时代的伪创 广达 甚至技嘉 后续如何拉回来 找寻低阶的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很开心 因为1.0是一个团队 我们有一个团队 而且接下来在营收 以及呢 8月15号之前要公布祭报的同时 我会帮我们的家人 全面检视好的股票 而相信看见 涨停就是你的 光宝科我们买进之后 它随即亮灯工上涨停办 你曾几何时认为不会动的股票 甚至光宝科 甚至伪创 甚至广达 我都能够提前掌握 起涨的移动布局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光宝科在百元底下 来去做一个呢 提早卡位的动作 持续的坐降 让别人帮我们抬降 这个就是相信 看见涨停就是你的 那当然 我说过 为了要回馈更多的投资朋友们 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7月份 指数在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 第一 你如何选股 第二 你如何买对节奏 买对好的买点 好的股票加好的买点 等于波段大赚 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卡位 知道吗 因为你的成本 至少比别人低20%以上 顾名思义 你的成本 比别人低20%以上 也就是说 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大赚将近20%以上的幅度 我说过相信看见 涨停就是你的 这一波我们的 顶级亲爱的杨大哥 光一档材料 KY的股票 我们买进之后 亮灯工上涨停板 而且一周的时间 帮我们的杨大哥 大赚将近600万的资金 问问自己 今年 截至今天为止 你今天有没有赚到大钱了 那如果这一波 你总是追高杀低 甚至你总是找不到好的股票 来去做低阶布局的人 来 一点你要告诉大家 今天指数开高走低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拉回来低阶好的股票机会 因为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拉回来开始 如果这一波你错过了广达 技嘉 甚至伪创的起涨的好买点 接下来 握你的翻倍计划 我说过 我针对这三种人 我号召这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上半年 你并没有赚到钱 结果呢 你却看到1.000家族家人是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你心痒痒 你想要跟上1.0盘中的指令 第二种人是 你股票还在等着呆呆解套 你不知道如何以股换足 第三种人 你想要在下半年赚大钱 有赚钱企图新的人 1.0透过520的翻倍计划 顾名思义 每一次我们只要赚 股票市场最好赚的20% 别忘了1.0常常达标 1.0常常超标 每一次只要赚20% 5次就能够让你翻倍 而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既材料之够 还有另外一档 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2号 只要跌1.0就会嘛 因为股价即将压不出了 办好手续1.0 本周即刻带你拉回来进场 重点是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现阶段开始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正确的电话 都在1.0的light当中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因为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即材料KY之后 1.0会告诉大家 紧接着它跌 我就会嘛 因为股价快压不住了 跟上1.0 7月份 起涨的布局机会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今天亮点在哪里 亮点就在像是工具机 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一波的协议机这么强 因为它具有双题材 第一个题材叫做 伺服器冲床的需求是成长的 这跟AI的伺服器冲床是有相关的 第二个呢 它的题材是在于受惠电动车轻量化的一个呢 加持之下 在双题材的加持之下 今天股价再度的亮灯 攻上涨停板 别忘了1.0的Light 8 是全市场 不论是你也好 或者是你的老师也好 都追逐的焦点 因为当时扣1.0 6月9号 跟大家分享协议机的时候 当时扣协议机的价位还在18块钱 而如今上个礼拜五 协议机来到了35块钱 今天用亮灯 攻上涨停板的田提 今天的协议机已经是大涨一倍以上了 那如果你这一波错过了 协议机的起涨的关键 来听好 1.0的Light 8的首页 是你投资赚钱的保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玉林交战工具机 如何口袋名单 如何拉轨来缩量低接 除了协议机之外 还有没有复制协议机的机会 那哪些个股是可以放在口袋名单当中 来去做一个操盘的关键 都在1.0的小老鼠OK 1788 小老鼠OK1788 与你来去做保障的分享 那我也说过 今天是1.0的东森盘中连线 礼拜三礼拜五 也有11点35分到11点50分 我是东森盘中连线 唯一一位女性的操盘手 那也有不少的 应该是说支持1.0的好朋友们 私讯给1.0 他说有不少老师 都在他自己的频道打击1.0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觉得 没有实力的老师 他是不会受到打击的 只有实力的老师 他是会看准趋势 带领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提前卡位 就像这一波的AI AI AI1.0在过年之前 告诉你 今年是AI的起始元年 我也告诉你 AI不死多头不止 虽然今天AI形成了轮动 但是你要知道 AI长多拉回来 中线拉回的机会在哪里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每周四 我有一个一堂非常重要的 叫做实战零距离 我们李林家族的家人都知道 所以可以把这张照一下 除了照一下之外 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我说过 全市场独一无二的实战零距离 手把手的教学 我如何掌握到AI的起始元年 我如何掌握到AI的轮动 掌握到伪创 掌握到广达 掌握到技嘉 甚至掌握到这一波的 AI的大股时代 光宝科 那当然还有哪些AI的概念股 你可以拉回来 趁着苏之锋即将来台之后 拉回来跟着我提前卡位 都在1.0的股市 1.01010 YouTube频道 还没订阅的好朋友们 记得拿起手机 订阅 按赞跟分享 因为每周四的实战零距离 1.0要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掌握到伪创 我们如何掌握到技嘉 我们如何掌握到广达 尤其是AI的大赚效应 都在1.01010 YouTube频道 欢迎的订阅 按赞跟分享 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族家人 的一点的支持 然而 AI的大股时代之外 一点你要告诉大家 今天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开高走低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量 量能萎缩 而且前低不破 所以在今天 行情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老实说 我认为你要积极的站在多方 积极的站在多方 虽然台币在贬值 你只要避开以外资为主的 大型的高价的个股为主就好了 所以选股它是有策略 操作是有节奏的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在今天开高走低的过程当中 震荡行情 你要记得急跌 它会有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浮现 尤其目前它接近了 5月26号的多方缺口 这个多方缺口的位置在哪里 拿起笔记记一下 16323到16457 尤其越接近这个缺口附近 你一定要积极的跟着1.0 反市场的操作 掌握到好的股票低接的机会 而台币在游升转贬 那今天指数为什么形成 油红翻黑的走势 因为台币是贬值的 台币贬值 被动型的外资 它就会拿全值高价股开刀 所以今天的信滑盘中打到跌停板 所以在现阶段 大盘下跌缩量的同时 融资在增加 所以现阶段不要去用融资来去做操作 用现股来去做买进 在急涨的过程当中不追价 例如今天创新高 你才去追华星光的人 真的是应该打屁股 因为好的股票要加好的买点 你才会等于大赚 所以目前AI网通工具机 尤其第三季又是瓶盖的旺季 还有车电股 我们如何掌握到操作的节奏 我们来看一下政策加持的股票 尤其是世纪纲 注意一下世纪纲 世纪纲的这一档标的 我是如何在每一次 拉回缩量的过程当中 提前告诉你 提前拉回来布局机会 来请你看VCR 当你看到了世纪纲 他今天量缩拉拐的前提 你一定要找机会 来去做量缩拉回低限布局的策略 亲爱的好朋友们 我们手中的股票世纪纲 今天持续的震荡 而且持续的收红 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世纪纲 它是怎么样形成排面的焦点 而这一波的世纪纲 有没有拉回来 有的 连3K缩量拉回来的前提 1.0告诉你 跟上我低阶布局的机会 为什么我说 接下来政策加持的股票 你一定要跟上1.0低时间 买点的布局低 因为紧接着要迈入了选举年 4年一度的选举年 跟政策加持的股票 拉回来 如何来去找寻 好的股票低接的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 1.0在每一次行情 尤其好的股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提前帮大家掌握 那当然相信看见 涨停就是你的 尤其世纪纲 世纪纲 在接下来定当满载 尤其6月份的营收 形成逐月成长的过程当中 政策加持的股票 它会陆续的发动在它的股价上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掌握在起涨之前 我们在还没起涨的时候 提前带我们的家人 来去做卡位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才会说 实在零距离 除了政策加持的世纪纲之外 还有好AI的操作思路 今天的伪创 它形成的创高拉回来 而伪创的趋势改变了没有 你该如何操作 甚至我带我们的清代家人 逢低去做买进的支援 它形成了一个震荡跌高的走势 你如何掌握到拉回来的机会 甚至AI的大股时代光宝科 股价整理完毕之后 即将形成N字形突破的再购 还有这一档标的 来3217的优群 它是DDR5 以及接下来苹果相关概念股的股票 今天股价叫做什么 叫做缩量拉回来 而且缩量拉回来连三黑 遇到了什么 这个叫做景线的平台 所以在这里低不杀低 第二个逢低就要找寻低阶布局的机会 紧接着它就有机会形成 先蹲再跳的格局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豪格股票 你一定要看到机会 尤其AI的赚钱操作 思路在哪里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 1788当中 如果你想要提前卡位 你想要提前作价 记得加入一点的light当中 那当然了 今天为什么盘中会击杀 我今天在11点35分到11点50分 东森盘中连线 我有说过低跟台币的贬值有关 那今天是属于一个下跌缩量的态势 所以今天击涨可不可以追 当然不可以追 在量缩拉伸的同时 法人在追价是相对的谨慎 再来本周是国安基金要召开立会 但是我认为在召开立会的同时 你要找寻低阶的机会 还有梅子期是在做一个下跌 那因为本月也就7月份FED要持续升息 但是升息会不会进入尾声 紧接着是不是从去年的大幅度的升值 来到了升息的稳升 就要找寻好的股票低阶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说 在行情急杀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好的股票承接 但是你必须要动足先机 你必须要跟对人选对股 你才能够赚大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本波的散热 散热里面的骑虹 今天又再度的震荡电高 那当然骑虹震荡电高之外 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双红是呈现的整理 那双红我是在骑涨的时候 公开的告诉大家 在240 250的时候 公开的提前邀请你跟着我提前卡位 因为双红跟骑虹都具有散热 尤其双红它具有3DVC 也就是随冷研发 尤其随冷研发 具备着成本的优势体积空间 更具有盘性 而且还能够客制化的服务 取得了Intel 灰达的一个大单青睐 那重点是 如果我们来去做超级比一比 中高阶的散热 从建测跟双红低劑的EPS 来去做相较 都是3块钱 但是建测已经来到600块钱之上 但是双红还在二字头 而且创高形成拉回来 而接下来双红如何高出低进 来去做价差 那坡断的目标价看到哪里 跟上1.0Light 8布局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双红的目标价 请你加入一点的Light 8 来问1.0 因为紧接着 齐红建测持续震荡变高的同时 双红来拉回来 哪里是机会跟上1.0盘中的指令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是6月份的营收公布的最后一天 那今天呢 技嘉6月份的营收形成了年月双针 所以也反映在他股价上面 形成了震荡变高 但是呢 技嘉他最好的买点 是不是1.0在5月31号 告诉大家的176块钱的 拉回来低阶的加码机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相信看见涨停就是你的 当你跟着1.0 掌握到AI的起涨点的时候 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为什么要跟着1.0提前卡位 因为你的成本至少比别人低20%以上 也就是说 你至少会比别人多赚20%以上 而且相信看见涨停就是你的 我们的顶级债带的杨大哥 光与掌材料KY的股票 轻轻松松一周的时间 就大赚了将近600万以上 亲爱的 我问你自己上半年你自己赚到钱了吗 如果接下来你想要在下半年逆转顺 我觉得接下来大盘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拟定520翻倍计划的开始 从今天开高走低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跟着1.0提前卡位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尤其520的翻倍计划 1.0号召这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上半年没赚到钱 下半年想要逆转胜的人 而且股价还在傻傻的等着解套 想要在下半年逆转胜的好朋友们 来 听好1.0张开双手 邀请你跟着我掌握在7月份 拉回来布局的机会 因为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1.0只要跌我就会买 因为股价快压不住了 跟上1.0 520翻倍的计划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520的翻倍计划就从今天拉回下跌开始 复制你7月份的一个赚钱计划的开始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验话 跟上1.0 7月份隐藏版黑马股 起涨之前的布局机会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政策加持的个股 如了世纪钢之外 还有材料KY 材料KY有6月份的营收是8.38亿 月增年增的走势 那行情如同1.0所讲的 它营收是形成的翻倍 尤其1.0在材料KY起涨之前 带领我们的家人提前卡位 而且价差已经超过了百元之上 获利序报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一档的股票 一档会带你低进 会带你高出的老师 我相信就是1.0了 这一档材料KY 1.0是如何在3月份跌停的时候 公开的告诉大家 尤其6月份 当材料KY 来到相对高点的时候 我先获利卖出 获利卖出不是不看好这档标的 而是你的资金 为了最充分的运用 如何低进 如何高出 如何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1.0做得到 所以我才会说 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专属家人陈大姐 她特别跟1.0分享 她认为专属的会费 缴得真有价值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如何带领我们的家人在材料KY 还没起涨之前 提前卡位提前坐轿 那当然很多人都看着1.0的节目 帮1.0的李宁家族家人抬轿 但是你要知道 行情 产业 营收 尤其资讯是顺边万化的 千亿法而动全身 何时你手中的股票会有订单 何时要增资 营收获利该如何调整 这些这些都必须要花时间 花心力去做取得的 那当然我也说过 我是一个团队 1.0的团队 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就能够掌握到第一手 但是看电视的人 只能追高帮我们的抬轿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满满的感谢信 1.0总是能够掌握在起涨的关键 那当然材料KY 我们在3月份打到跌停的时候 也有公开的告诉大家 跌停版大跌我逢低 来去做加码 这也就是1.0 能够反市场操作的重要关键 那当然材料KY 我事先告诉大家 大跌是买电 但是相反的 你的老师看到材料KY 打到跌停版 闭口不提 而且绝口不说 但是每一天都带你去追涨停 结果一天追个2到3档 一个月下来就有30档 到50档以上的股票 我说过我每一档会员等级 都只有5最多5到6档股票而已 所以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何判断一个老师的诚信 如何跟上1.0第一时间的好买电 所以材料KY 1.0在1字头 甚至在2字头 在3字头的跌停 事先来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那当然相信看见 掌停就是你的 尤其本周尤其上周 继上周的材料KY 我们又再次的布局在起掌位阶的时候 我们的专属家人陈大杰很开心 会费奖的真有加值 而AI大股时代的伪创 今天涨多拉回 但是多方趋势不变 拉回来数量跟上1.0盘中的指令 而台亚今天亮灯工上涨0版 都在1.0的首页 都是你赚钱的保障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错过了这一波的一个台亚 不要再错过接下来布局主流股的机会 因为跟着1.0提前卡位 你的成本会比别人至少低20%以上 相信看见掌停就是你的 清代的杨大哥 光与党材料KY的股票 一周的时间就大赚600万以上 那我也说过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高走低拉回来开始 我也号召这三种人 哪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上半年没赚到钱 而且股票还套牢的人 第二种人是接下来想要跟着1.0 逆转胜的好朋友们 而7月份的隐藏版黑马股 听好它会复制材料KY的走势 只要跌我就会嘛 因为股价快压不住了 重点是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高走低拉回来开始 都在一点的LINE的当中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电话 跟着1.0 拉回来布局7月份隐藏版的黑马股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逃走胜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